是在发生在2023年12月27号的晚上 那么8点40分 那么这次店里的话来了一个男性顾客 那么当时的话就安排了我家小孩子去帮他去做这个服务 那么在做身体项目的话 大概做了差不多10分钟时间 那么这个男士的话就对我小孩子 黄先生介绍 外甥女儿小陈在一家月桶美容生活馆干了八九个月 平时主要给女性客人做美容护肤身体护理 那天那名男顾客有不正常的举动 对2023年5月份 当时呢我让他来这边在破传去找到这家店 当时在面试过程当中呢 跟老板本人面试的 就是问他 我说你要问清楚 就店里接不起男顾客 只要是男顾客 只要是坐脸就都不要去干这种店 那么当时老板娘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只接待女性顾客 所有的一类男士是不做的 所以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因素 我才会让小孩在这边上班 黄先生说 去年12月27号事情发生后 外甥女休息了五天 这期间没有和家人提及此事 到了1月14号 外甥女闹着要辞职 她才问清楚了这事 当时气得够呛 现在外甥女的情绪很不稳定 她现在的话就是把自己关起来 然后呢 一跟她讲这个事情 她就流眼泪 就不肯讲 本身这个事情 我在跟她询问的时候呢 就是前面十几分钟 一直在哭 就始终不跟我讲 是后面慢慢慢慢 慢慢在跟她沟通 才慢慢去讲这些事情 本人现在情绪就很大 然后看到这个老板娘 包括去到他们店里那个房间 原先那个房间 她觉得心里就会让她 想回忆起这个事情 然后现在的话 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房间里 黄先生说 知道情况后 她立即报了警 后来双方在四季清派出所 进行了协商 男的当时到了现场 到了现场之后 他首先第一个呢 见到我们 首先是一直在那里 就是讲对不起 对不起 整个人就是一直在那里 道歉嘛 他说这个事情 我确实真的不应该 意思是说 当天他喝了点酒 我说这不是理由 对吧 我说你自己也有小孩的 他说我小孩跟你这个小孩差不多 也17岁 最终结果 这个男性的话 解决结果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三个处求点 第一个的话是赔礼道歉 第二个是找心理资源师 以及所谓的务工费用 精神损失费用 是给予一次性是6万块钱的 这个经济补偿 对 那么把这事情就是作为这个男顾客 所承担的职责 黄先生说 当天在派出所 男顾客就打了钱 他接受了对方的道歉 记者想跟这位男顾客 核实情况 黄先生说 他没有对方的电话 后来记者通过美容院负责人 联系上了这名男顾客 就是当天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解决他是认为 他年纪太小了 他给一个男的模式 不认为不好 说心理受了伤害了 那我说行 既然是这样 我说我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几岁啊 那我就正常的问题 心理就不平衡了 怎么样呢 当天到底怎么回事 看来还得听听美容院老板娘的说法 这家月同美容生活馆 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新唐路 记者到店时 看到前台著名 男士纸布 店员联系了负责人 您大概多少时间能过来 你有什么事吗 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要跟您核实一点情况 什么情况 就是核实一下之前那个 小陈在这里工作的 遇到的一些事 一行人赶到了四季青派出所 美容店的老板娘黄女士 出面接受了采访 然后门口也将接了一个男士主顾的这个孩子 为什么会安排一位男顾困在里面 首先第一个啊 你看过我们营业执照没有 看过的 刚才你们去了是不是看了一下营业执照 我们的营业执照是不是很正规的正常经营 对不对 我们就是从大部分的 我们营业执照并没有规定 我们只做女士 但是呢 我们是觉得我们为了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是不接待男士的 但是有一点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客户带着他老公来 我们是接待的 就是两夫妻来我们是接待的 然后呢 这个男士纸布的这个牌子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装贴上去的 黄女士强调 她这家店合法合规 而且按摩时至少又有两位美容师在场服务 我觉得我是受害者 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 我手上全部都有证据 我们当时是安排了两位员工 而且明确的跟客户也讲过了 我要安排两位员工来给你服务 因为我们揽视服务的时候 我们都要求是两位员工同事服务的 因为防止发生有些不必要的尴尬和麻烦 对不对 然后当时我们安排了 当时我走的时候是店里有四个员工在 有四个人在 有两位是老师 两位是员工 两位是厂家的品牌方的老师 给他在做 做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另外两个老师操作完了 走了 最后还剩下一个项目 20分钟左右 黄先生说 据他了解 当时那位男顾客支开了另一位按摩师 当时有两三个小姑娘都进去服务 当时其他两个小孩子 其他两个女员工 在服务了大概有几分钟 就被男顾客支走了 他说我不需要你们那么多人 我就留下他一个 所以当时另外的员工的话 就被他直接支走了 支走之后就留下我小孩 一个人在房间里 当天那个房间里是有几个美容师 在服务呀 两个呀 然后当时他们说是 这个先生说 是您说要一个美容师出去 是这样的吗 对呀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员工 在门口等他 并且明确地问过他 我可不可以进来给他服务 他明确地对方 就是这个女的美容师 告诉他不用进来服务 然后中间他出来的时候 那个员工 还是另外一个员工 带他签的字 送那个客户走的 就自始至终 我们店里都有两位员工在 老板娘黄女士的意思是 这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她提供了三张微信聊天截图 左边是小陈 右边是当天提供服务的 另一位美容师 那位美容师问 我还要进来吗 小陈回答不用了 那位美容师说 我要不下去等你们 小陈说都可以 后来小陈说 我就说我下来的时候 是没有人的 我直接穿上衣服就走了 到时候你跟黄姐回答完 就把我们的聊天记录删掉 那位美容师说 还是不要弄到派出所了 关键是服务完了结束之后 到他宿舍之后 他想想后悔了 又找这个男的客户 多邀了100块钱的加班费 他说是加班费 但是反正这个男的客户 就给了他钱 是不是 然后也付了 这个是我们在工作里面 严定禁止的 我们加班费正常付 我们有记录的 我们店里是付加班费的 记者想象小陈和另一位美容师 合适情况 但是黄先生与老板娘 黄女士都表示不太方便 黄先生告诉记者 最让他气愤的是 那位男顾客道歉赔钱了 老板娘却不当回事 因为他是第二次 先是第一次 跟老板娘去沟通 老板娘沟通的意思呢 就是让他不要去伸张 不要去跟外面的人讲 让他大事化小 这个事情说 是每个女孩子成长的 必须的一个精力的一个阶段 这是一件好事 是这么去引导他的 关于这段经历 黄先生男顾客 老板娘各有各的说法 那几张微信聊天截图 似乎也信息量很大 那么老板娘到底有没有讲 成长必须阶段 这样的话呢 老板娘黄女士 否认了黄先生的说法 她告诉记者 她想表达的意思是 女孩子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不在 对不清楚情况 我是第三天才知道的 我出差了 这次自动没跟我讲过 我是店长跟我讲的 讲了以后 我知道这个事情的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内 我就跟他聊了一下 他在我面前表现得非常平静 没有任何情绪的暴动 只是我听到的消息 只是那个男顾客 摸了下他的腰 是不是 然后我跟他求证了 是不是这个事 安慰了他 拍拍他 安慰了一下他 然后我再三告诉他 女孩子要学会保护自己 当时门口就有一个人 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员 就在门口蹲着 就在房间门口蹲着 我说你为什么不打开门 去叫他 为什么不报警 对不对 我说你受到伤害 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说我也是有女儿的人 你跟我女儿差不多大 我说我 我就明确地告诉他 我说我是怎么 妈妈是怎么担心孩子的 我一直在安慰他 然后我看他 我说你感觉这件事 如果让你对你来说 情绪上有伤害 可以 我可以放你假 然后放了他一个礼拜的假 他休息了一个礼拜 然后我并且还告诉他 我说 如果你不想看到 这位男哥哥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过不去 我把这个男哥哥退了 我说由你来定 他自主之中没有回答我 在老板娘 黄女士看来 对于员工的保护 他已经尽职尽责了 事发后 他也及时对员工 进行了安抚 倒是对方的所作所为 让他十分寒心 他做了一系列的神操作 先录音我不知道 完了之后 把一百块钱 第二天早晨起来 把一百块钱退给男顾客 然后紧接着到派出所来报案 然后紧接着找 找我所赔钱 找我们客户所赔钱 老板娘首先到了派出所呢 首先说两个点 是让我很气愤的 第一个点是什么呢 他说他这个事情不知道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啊 我说我小孩子两次跟你沟通 你店里另外还有五个员工 五个员工都知道这个事情 店长都知道 你现在跟我说 推下责任 说你不知道 对吧 后面开始说 我后面 我就不是就摸了一下吗 也没发生什么更严重的事情呢 好 就是被他有点什么 轻描淡写 一笔带过了 他说 我有什么责任呢 我能有什么责任 所以我现在就作为你家店的老板 员工在你这里上了八个月的班 你对员工的最基本的一些尊重 保护安全 对吧 你都没有 现在出了事情 你一点责任 担担能力都没有 黄先生说 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外甥女小陈提出离职 老板娘不仅不赔偿 还要扣除一个月工资 是这样子的 工资刚刚录音你也听了吗 工资的话 他是在现场 在录音当中 他是说 我用合同的方式 就是说你没有到合同的这个时间 你现在肯定是 现在肯定是不能走的 对不对 你现在就用我们当时五月份签的合同 那你的潜台词不就是 你的潜台词是 你现在不能走 我写的辞职信是2月5号辞职 然后今天是第三天吗 还是第几天 他也没跟我讲他不做 突然有一天就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然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 就那天早上把宿舍的行李都搬走了 搬走了我们都不知道 我觉得我是受害者 因为这件事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哪个地方做错了 他辞职的话 他这个工资要怎么结算 20号结算 正常结算 统一结算 当天在派出所 民警表示可以再帮忙协商一下 后来黄先生反馈 事情已经解决 黄女士当天结算了工资 并且支付了5000元作为补偿 1818黄金眼七周报道